大家跟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 看一下这些美国人开车加塞不加塞 这是在洛杉矶的郊区的高速公路 美国的高速公路大部分不收费 美国人口积居的地方的高速公路呀 两三分钟就是一个路口 在美国开车习惯的人 很多人回国是不敢开车的 主要就是因为国内的车多人多 就感觉人和这个车呀都在抢着过马路 因为习惯了在美国开车 马路上没有人 感觉开车比较轻松 回国以后啊 坐出租车吧 也是有点害怕 为啥呢 这出租车司机啊 开着车在马路上 穿来穿去的 不停的换线 真的让人有点害怕 看看人家司机啊 也一点都不紧张 但是我们坐车的话吧 就有点紧张 还有啊 就是我习惯了坐车都系安全带 但是发现 国内好多人坐车是不系安全带的 我坐车不系安全带吧 就感觉整个人呀 没有重心 其实呀 开车也就是一个习惯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 不要不停的换线 换来换去 其实危险就高 大家看到这儿 你们觉得美国人开车 规不规矩呢 顺便说一下 美国开车也是靠右行 驾驶座跟国内一样 在左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 解决 查评论区里面 词 词